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方面第一宗消息 雨田機場 即是叫做撞機事故 導致很多人頭都含著 看到現在 阿拉斯加航空飛機 竟然又出現了緊急事故 真的看見頭都痛 近來很多接二連三這些事件 會和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 日本能登地震 現在說到核電廠損傷 比之前公佈更嚴重 大惡 是不是又核輻射又流油呢 另外也會和大家跟進一下特朗普 因為現在說到特朗普親中 就說收取中國的利益 嘩,是怎樣啊 是不是很複雜啊 中國有些回應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 第一宗新聞 會繼續和大家跟進一下地震事故 關於能登半島 石川縣現在進入緊急狀態 因為那個死亡人數繼續攀升 暫時已經去到126人離難 令到很多人都覺得很嚴重 還未能搞定 因為那個余震是不斷有的 根據日本氣象廳的指出 能登半島 在昨天凌晨的時候 就發生了這個泥克獨製 5.3級的地震 震源深度有10公里 多地也感覺到這個震感 雖然沒有觸發這個海嘯警暴 但是說到石川縣之事 這個詞號同日公佈 因為地震造成當地嚴重破壞 所以現在就進入緊急狀態了 也挺嚴重的 繼續不停 繼續會有余震 對於救災方面 也是比較困難 另一邊商也會令到 大家很奇怪 我覺得不奇怪 在這些事件上 始終災難天災 沒有人想的 金正恩 致電日本首相 岸田問雄慧問 南韓媒體說 史無前例 北韓領袖竟然會打電話 去慧問人家 是否真的 在你眼中很冷血呢 其實你又反過來說 金正恩 對其他國家 他又沒有做過什麼 當然你們有很多 報道 會報道他 在他的領導下出現了什麼事件 但是 他又沒有去到冷血到這樣 根據日本NHK的報道 北韓勞動黨機關部 發佈了北韓最高領導人 金正恩 就著能登半島 向日本首相 岸田問雄發出 慧問的消息 朝中社官方 中文翻譯的內容就是 得知驚悉 日本從新年開始 發生不幸的地震災海 造成重大人活源 傷亡和物質的損失 金正恩 向受難 遇難者的家屬 和受傷的人員 表示深切同情和慧問 金正恩祈求災區的人民 早日消除地震災害的後果 恢復安定生活 也看到金正恩 就著自然災害 向日本手上 致電慧問 叫做第一次 挺誇張 為何南韓覺得很驚訝 因為北韓通常不會 向一些他們認為 不是友好國家 發出類似的電報 過去 北韓 只會向敘利亞 古巴等所謂的 反美前線國家的災難情況 去慧問 其實金正恩在5日 也就著伊朗發生大規模爆炸 向伊朗總統 發出慧問的電話 我又覺得 這件事 不要先說到金仔 這麼冷血 他很多事情 我倒是用這個角度來看 他都要保住自己 他都要保住自己的王朝 你看到美國咄咄相逼 他當然是在世還拖 加上美日韓 或者韓國 最主要就是南韓 經常都在他的門口 一一養養 金仔當然不妥理 但是就著日本方面 他們之間的矛盾 又不是過分地重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你說金正恩表示一個慧問 我覺得是理解的 也可以做一個善意 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大打這個形象工程 金正恩在某程度上 又得到一些分數 他又不需要選舉 不是說不需要 他也要選舉 但是 問題是他搞給誰看 搞給其他國家層面上 當然 背後有些目的 可能見到現在 美韓 細胸甲狼 怕金仔被動 所以他不斷做一些形象工程 向外界 釋出一些善意 告訴大家 其實我都不像你們想像中 那麼邪惡 會找一些人性 其實 這個比較之下 我又覺得金仔的確得到一些分數 好了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都會很憂慮的問題 就是關於 這個能登半島的地震 之前 剛剛地震的時候 有報道說 核電廠出現了事故 這個情況也引起大家憂慮 因為 又記得這個福島 現在還弄得頭痛 還未完全能夠解決的情況下 他又出現了地震 那怎麼辦呢 現在說到這個 自賀核電站 損毀情況 竟然比預期中嚴重 自賀核發電堆 有兩個反應堆 就說受到地震影響 1號和2號機組的外部電源兩台變壓器 就受損 其中2號機組的外部電源變壓器 漏油大概3500升 導致部分的外接電源系統 沒有辦法使用 但是這個電力公司 北陸電力公司 在記者會上承認 原來實際漏油是接近2萬升 不是3500升 現在目前沒有辦法估計 什麼時候能夠修復得到 那怎麼辦呢 因為又說到核燃料 又說會洩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挺嚴重的 如果外部電源出現了一些問題的時候 會不會導致整個核電站的操作 甚至乎安全的隱患 出現了這些問題呢 所以也是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 所謂一波微平一波遊戲 看得到也挺頭痕的 另外除了日本漏油之外 也說到日本JR 品川站出現了一位六十幾歲老婆 竟然被人推到路軌 哇 誰這麼差勁 要做這樣的事情 原來是一位男士 為何要這樣做呢 有人說 你想死 你可以跟別人說 幫別人開解一下 有什麼想不開的話 你可不可以 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推人去死 這些是很瘋的行為 為什麼呢 背後原因 原來他說他想坐牢坐到死 這位男士很年輕 這位男士很年輕 40歲還未到 你這個人不是沒有鬥志嗎 當然 不要緊的 你說沒有鬥志 你試試接觸其他事情 找人去開解一下你 可以嗎 跟人聊聊天 為什麼你要想坐牢坐到死 那婆婆沒事 沒事 幸好 真是 真是誇張 很恐怖 現在每個人都亂了 試試走進警署 如果你想坐牢 你跟警察說 嘗試做這些事情 可以 你直接跟別人說我想坐牢 你這樣就可以了 你為什麼要害人家 人家是無辜的 這些事情真的 接下來 跟大家看看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是關於飛機 說到在美國 阿拉斯加航空出現了一宗緊急事故 看到大家都說話聲 竟然 飛機這樣也可以嗎 真的很奇怪 現在的事情 在2024 什麼古怪事情都發生了 這件事件 在他們的當地時間下 5點多 阿拉斯加航空1282號 班機 在波特蘭國際機場 降落了 原因是 機組人員說 壓力出現了問題 降落就是小事 但是實情 很嚴重 怎樣很嚴重 就是 飛飛一下 竟然 有隻槍掉了 我看過那款不像 有隻槍掉了 整個門掉了 哇 看著 那個洞 整個飛機有個洞 然後看著半空的景色 真是 多大 這件事件也有 真是令到大家都戚戚清奇 為何可以有這樣的事件 這個波音737客機 掉槍 我覺得也不是掉槍 對不對 現在 波音公司知道之後 馬上緊急 把全線65架同款的客機 停下 即是不讓飛 這款 737混合機 算是多災多難 為何呢 因為18年10月29日發生過空難 涉事又是這系列的飛機 這系列的飛機 全機在亞加達起飛之後 在爪哇海 就掉下來 全機磊爛 接著是埃塞俄比亞航公司 亦出現了 在19年 墜機事故 挺嚴重的 屬於一個很大型的安全問題 為何可以這樣掉下來呢 近期大家對於乘飛機 可能會再提高安全 憂慮 隱患 你也知道 現在是出國旅行的季節 很多人都會坐飛機 希望大家要留意一下 真的 有時候要聽清楚 空姐的指示 不要在那裡發夢 好 接著看看下一則 這則新聞 我都覺得 是否好呢 我覺得如果放在香港 很多人都會繼續在那裡吵 新加坡 想著廢除公營住宅的禁貓令 34年的禁令 將會打破 就說 貓貓狗狗都可以養 去到這個位置 有人就說 新加坡 這個好 緊貼 這個時代的步伐 有人就說 有沒有搞錯 公屋都可以養貓狗 不行 為什麼可以讓牠養貓狗 當時我記得很多人有說法 就是 你這麼便宜的租 你去住公屋 如果你有多餘錢 養貓養狗 那你就不要住公屋 覺得你公屋富 你覺得現在養貓狗貴一點 還是生小孩子貴一點 這一點 我覺得 如果你是這樣說 如果那個生孩子 就不要住公屋 養兒子幾百萬 你要去給的嘛 那時候有這種說法 你覺得養貓養狗就是富 多餘錢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時代也變了很多 很多人都 喜歡養寵物 視為他們一家人 禁貓令解禁 說到明年 今年 就可以跟貓住 其實也可以看到 新加坡的政策 越來越搞越好 因為始終 現在的時代真的不同了 別人在這方面 也不會因為住屋的問題 出現了很多 很煩惱 跟香港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我們又不能這樣 比較 另外 也看看特朗普方面 現在有報告指出 特朗普說 是 怎樣 跟中國之間有聯繫 還是互相收取利益 這件事挺搞笑的 原來有美國 這個 民主黨議員 在報告中提及到 美國的國會 說 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 中國政府和國有實體 在特朗普產業上 花了最少四千多萬港幣 即是怎樣 利益輸送? 拒勞? 還是想指責什麼? 就這件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 主持這個例行記者會上 就說 這種報告 真是搞笑 他覺得 有記者要求 中方回應 汪文斌就說 每次都搬出 中國出來 你們要搞你們的政治 就算了 現在 經常借中國 過招 中間人 拿來做炒作 我這樣說 汪文斌就說 不了解 有關的情況 但是 就奉勸美國有關政客 拜託 中國不是借給你們 這樣說三道四 想指責特朗普在上面 收中國錢 抹黑特朗普 很簡單 這些事情 中方就說 已經夠了 夠了 你們 你們自己玩就玩 你們自己要去選舉 經常搬中國出來 真的 槍衰中國很容易 從美國方面的角度 隨便搬一些 拜登收中國錢 跟著特朗普中國錢 收中國錢 整個美國都收了中國錢 不知道誰沒有收過中國錢 對 老土 你把整個 中國的形象 搞得很差 令到很多人 痛恨中國 中國 整天都在圈驗我們 反而圈驗 你們 所以中國有時候 都真的很無辜 躺著也中槍 這件事 另外下一件 也可以看看 都是中國的 說到 有一名中國工程學系的學生 在去年12月 被加拿大聯邦法院 裁定潛在 間諜 所以被他入境 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加拿大傳媒質疑 上述裁決 擴大了間諜的定義 也有機會影響未來 去加拿大的外國研究人員 美國傳媒指出 涉事的學生 可能現在就在香港科技大學讀書 這樣嗎 老實 現在 加拿大 每個人都說人家是間諜 誰敢過來讀書 明明人家真的過來讀書 你又被冤枉他是間諜 這樣不行的 每個人都打算來讀書 但是你又說他背後 一定存在一些惡意的東西 這樣就不好讀了 你看看烏克蘭 烏克蘭 武裝部隊總司令 警告 如果你們的最高議會 沒有辦法通過新動員法案 到時候 請各位尊貴的議員 就幫忙 拉著支槍上戰場 抵抗俄軍 你經常都在說 快點 打仗 這位總司令 出席最高議會的 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 討論這個動員法案 他說 俄羅斯 你看那邊 很快號召了40萬人 準備額外動員十幾萬人 烏克蘭軍隊 要補充這個損失 如果不是這樣 你們還不批 到時候 全世界 刮人 要麼 就嫌歸你們自己上戰場 這樣 為什麼要討論這麼久呢 其中一個問題就說 法案修正之後 就容許號召女性日午 那怎麼辦 又不想打 不想打就算吧 不如 是不是 大家找個中間位 就完結算吧 行不行 不行 死都不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烏鵝天仙 都打了兩年 在兩國之間 除了動員了這麼多武器 士兵之外 也可以看到 其實大家都很厭倦這場戰爭 因為 烏蘭軍方表示 他們在前年 成立了一條 叫做我要活下去的 投降熱線 一年裡 已經有超過兩萬多人 打了去 說到成功吸引了二百多名 俄羅斯士兵向烏克蘭投降 有投降的俄羅斯士兵說 普京叫我們去送死 我們整個營都被殲滅 每個人都死 只有我生歐歐 被烏克蘭士兵俘虜 後來被他們打電話回家 一聽到媽媽的聲音 忍不住 落淚了 這樣嗎? 也是 其實現在兩邊都 誰想打仗 後面那些高層 當然是指點江生 但是賣命 流血那些 都是一些普通人 所以其實都很可憐 有時候去到一個位置 就不想打了 下意叫我們打 但是又不見你落場 推我們去死 這一種都是人之常情的 接下來也看看 東京新一年 最流行拍賣吞拿魚 受到核輻射 核輻射水 地震等 這麼多問題事件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好像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豐州市場 舉行的一年一度 新年吞拿魚王競標 就很厲害了 就是一條由青森縣大間港出產 238公斤的南奇吞拿魚 以超過1.1億日元 大概610萬 在阻緊 成交 比上年二三年高出兩倍 也是近四年首次破億了 也是自1999年以來第四高的價格 被譽為日本一的南奇吞拿 吃完之後會不會飛天呢? 除了日本一的吞拿魚之外 也出現了海膽拍賣 被譽為海膽王 哇厲害了 四百克極上不止海膽 哇 多少錢? 155萬日元 八萬元海膽 而這個海膽王 將會送來香港 昨天在香港推出 大概接近三千五百港元 就吃一口海膽 哇 吃完又要飛天 真的 沒什麼所謂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吃不吃也沒什麼所謂 都是過口癮 好 另外看看泰國 泰國內政部公佈了一個數字 原來他們由跨年假期 去年12月29日到24年1月4日 發生了超過2200宗交通事故 造成2307人受傷 284人不幸喪生 算多 一個星期而已 不是一年 一個星期有成 接運2300宗 還要這麼多人因為這樣而喪生 只是說萬谷 交通事故已經導致19人喪生 死亡人數是全國之首 聽說 泰國那邊的交通 都是挺嚴峻的 又塞車又成 他都要想辦法 怎樣去搞這個問題 其實全球有很多地方都是 一到去到大時大節 他們都是 塞車塞到暈 周圍都是塞車 人又多 車又多 都要想辦法去解決 是不是人口過城 還是人附庶 每個人都要找交通工具 路面已經沒有追不上 人買車的速度 另外 也要看看阿拉伯 現在有一艘貨船域 糟糕了 近期在紅海也很混亂 而說到印度海軍 在上個月的阿拉伯海 部署多艘軍艦 他在日前表示 接獲了一艘被挾持 求救訊號的商船 他急忙去幫忙 在阿拉伯海北部航行的 外國商船救出21名船員 包括15名印度人 現在都很嚴重 很多武漿分子 都到處趁亂 趁火打劫 一定有 這個環球局勢 都是很不穩 另外 也要看看這個恐怖變態殺手 在西班牙 竟然出現了貓殺手 近50隻流浪貓 懷疑被人落毒殺害 西班牙警方就表示 他們開始著手調查 說他們的南部 出現了近50隻流浪貓 懷疑被毒害的事件 因為根據當地新的動物複裂法 兇手可能會被判 面臨3年的徒刑 3年 不行 現在動物和人 說到大家應該都很珍惜生命 經常都說 人速共存之類 這樣的時候 應該是否要再罰重一點 那個3年期可能不夠力 這樣 因為本身在西班牙方面 他們最高 最長的刑期 只有18個月 現在多了一倍 但我都覺得好像不夠力 會不會再大力一點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事情 拜拜